兩艘日本水產廳公務船 一個在旁 一個在後 對我漁船噴射水泡驅趕 面對日方驅趕行為 還開口要贖金 我漁民忍不住痛批 日本這回太超過 所幸 兩艘海巡艦艇 兩艘軍艦 及時趕到 我漁船才成功脫困 日船這也才靜靜的離開 但究竟是誰犯規 遭驅趕的就是這艘 我國籍東半球28號漁船 4號早上8點 當時漁船載著十幾名的 釣客出海釣魚 未料卻在三雕角附近 遭到日方船艦尾隨驅離 根據漁業署所掌握的定位資料 在前一天 這艘船 的確超過我方所佔定的執法線 遭到日方驅趕 然而3月4號 我漁船位在臨海22海里範圍內 10.9海里處並未超越執法線 卻還遭到日漸驅趕 甚至水炮攻擊 事實上根據台日漁業協議 在共同漁業海域上 我漁船作業可以獲得確保 日漁船也可以進入 但公務船不得進入干擾 換句話說當時日船驅離的位置 早就已經入侵我國的執法線 那它是第二個航市 在我們看來是沒有超過專定執法線 這個接近這個 我們想要跟日本再繼續談的一個水域 由於沒多久就是台日漁業協定談判 會議還沒開就先親門打 也難怪漁民呼籲政府該硬起來 這裡是宣言敬語 宜蘭報導